欢迎在此观看《九零零消亡》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10月8日 山东维坊维城区望流街道的干部 视频会议中直播老汉推测过程事件最新消息 当地东报提到经查事情 发生于2023年8月31日望流街道 一村委办公室当事人系望流街道某村 严支部书记胡某和村委委员徐某 事发后胡某、徐某一役9月1日被离职 调查认定胡某、徐某违反僧伙距离 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根据有关规定给胡某开除大剧处分 给徐某政务即大国处分并责令辞职 及其有关此事 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 在近日下午7点12分 书记在视频中以干部直接就在会议桌上 软小老汉推车 视频会议前往直播 并且附上了相关视频 另外附上的截图资讯显示 网络用部自画从10月5日发文提到 官场群丑图 北方是围城区一和镇的一个书记陈网红 视频会议结束了 忘了关 接着直进说是 父女主任就近取材 属班子成员交流 好向纪委介入了 网络用部反馈 设施男教 冯邪刚 妇女主任 叫李李中国的国家媒体通报提到 围城区纪委回应当地媒体人士提到 传不雅视频仪式却有歧视 纪委已经及时组织了调查处理 案件还在调查中 对于不雅视频当事人的身份是书记还是郑书记 该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案件还在调查中 继续细节不便透露 该工作人员也证实 事实确实不是发生在鱼河街道